女孩意外落水 穿越到了古代 在王宫的温泉中浮出水面 正在他庆幸自己没死时 男子比他还要惊慌是错 哪来的野丫头 竟敢偷看王子们洗澡 正在女孩不知所措时 他看到不远处石块后 有一个丫鬟不停地叫他 眼看着男人们追上来 女孩来不及多想 跟着丫鬟跑啊 丫鬟拉着他边跑边说 赶紧跑 不能被发现 两人终于跑了出来 女孩问丫鬟 你认识我吗 这里看着好像不是公园 我怎么会在这 丫鬟说这里是松月最大的洗浴池 是您要来这的呀 女孩一眼望去 很多男男女女在这里洗澡 烟雾缭绕 恍若仙境 女孩心想原来我死了呀 这里是阴曹地府 接着直接晕倒了 等女孩再次醒来时 他看到一个陌生的女人 女人听到动静转过身来 叫着她的名字询问她身体怎么样 女孩一脸的疑惑 为什么叫我谢树 我叫高夏珍 随即她想起来自己落水已经死了 旁边的丫鬟说小姐您没死 是差点死了 女孩掐了下自己 有痛感 确实没死 但她又非常疑惑这里是哪里 她跑到外面 看着穿着怪异的人 还有古老的建筑 她终于明白自己穿越了 她一把拉住女人 询问她这是哪里 我是谁 女人告诉她你的名字叫谢树 我是你的堂姐 明依 你现在在松月 这里是八王子的府邸 谢树想了想 松月的话 是高丽时代吗 姐姐说没错 就是高丽 谢树一时难以接受自己穿越的事实 但转念一想 这也是好事 不用再面对渣男和巨额债务了 她决定以谢树的身份好好活下去 她带着丫鬟采灵在府里闲逛 看着八王子和姐姐恩爱的样子 正羡慕感叹之时 花莲公主出现了 丫鬟立马请按 还不忘使劲按下谢树的腰 提醒她这个女人是公主 公主可不是擅长 她对着谢树就是一通讽刺 谢树在21世纪哪受过这种委屈 直接就给队回去了 公主立马变了脸色 直接就骂她混账 谢树立马说混账骂谁呢 就在两人快要吵起来时 八王子出现了 阻止了这场争斗 下午几人坐在一起沾花 谢树笨手笨脚 完全不会沾 公主便说既然不会 那就去做江湖吧 这应该能做好吧 谢树立马回答 当然 可她怎么也没想到 江湖居然用大缸做 可一点都不好作用 要随时搅拌 避免糊了 就在她累了 想要歇会时 突然看到一个男人 她和自己穿越时 见到的那位大叔一模一样 难道大叔也穿越了 谢树赶紧追了上去 可到街上还是跟丢了 就在她沮丧之时 一位男子骑着马快速驶来 眼看着就要撞上谢树 女人命悬一线至极 男人一把将她抱起 坐在了马背上 此时空气都凝固了 女人心想刚穿越来 就遇见自己的如意郎君了吗 这也太突然了 就在她心跳加速之时 这也太无情了 这么多人看着 不要面子的吗 谢树气急败坏地叫住男人 要求她向自己道歉 男人勾唇一笑 故意提马吓唬她 谢树吓得坐在地上 男人潇洒离去 一位大妈上前告诉她 你能保住命就不错了 她可是四王子啊 谢树忍不住吐槽又是王子 太祖到底有多少个儿子 这时 丫鬟采琳匆匆来到 她告诉谢树 莲花公主大发雷霆 正到处找您呢 谢树这才想起来 公主吩咐自己做江湖来着 此时 公主和众王子正准备玩投壶游戏 这种场合谢树里应参加 她只好偷偷摸摸地进来 尽量降低存在感 免得被公主看见责罚 不料被刚穿越那天 看到她的诗王子发现了 诗王子把她拉了出来 你 혹시 哪儿 본 적 in there 없습니다 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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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三个轮转门 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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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慌张的谢树赶紧跑了出去 诗王子追了出来 左右没看到人 便找了起来 以为谢树躲到房间 便偷偷看去 却看到采琳在换衣服 被发现后慌忙逃跑 谢树岂会放过她 借着自己是王子的身份 便逼问采琳 你确定是我偷看的吗 采琳不敢得罪王子 便说自己没看清 谢树看不惯她如此仗势欺人 让她向采琳道歉 诗王子贵为王子 怎么可能向一个丫鬟道歉 她推开谢树就走了 谢树岂会轻易让她走 上前揪住她的领子 诗王子直接将她推倒在地 谢树一把拽住诗王子的腿 她摔倒在地 两人爬起来扭打在一起 毫无形象可言 屋子里的人听到动静 都跑出去看热闹 两人越打越来劲 你累我脖子 我咬你 你再来 我踹你一脚 最后还是谢树站了上风 她骑在石王子身上 用自己的头使劲撞了上去 周围的人都惊呆了 从未看见如此彪悍的女人 谢树还要动手 却被四王子一把拉住 八王子也上前来拉住石王子 才结束了这场闹局 姐姐告诉谢树 无论是什么原因 你动手打了王子 恐怕难逃劫难了 当初我答应你母亲会好好照顾你 可你也太能闯祸了 谢树听到母亲 忍不住难过起来 姐姐抱着她安慰道 就算为了你母亲 也不能再这样了 谢树想到自己得罪了那么多人 想要活下去太难了 还是想办法回现代吧 她想起那天自己穿越来的喜玉池 便想去碰碰运气 说不定可以穿越回去 憋了半天的气爬起来 却看到了四王子 这位王后简直不是人 为了阻止王上成婚 竟然拿自己儿子的性命做威胁 在两个大人的争执中 年幼的王昭被划伤脸 不久之后 他被送到信州的江家 名为阳子 却如同人质 由于他常年征战沙场 很少露面 因此 民间流传着他许多恐怖的传说 说他嗜血残暴 如同狼狗一般凶恶 这次 由于宫中要举办祭祀 他才得以回宫 可刚下马 他便亲手杀了自己的战马 整个王宫都回荡着马的嘶吼声 他要用血告诉所有人 他王昭回来了 夜深人进食 王昭正准备泡走 突然 水底下钻出一个女人 这可把王昭吓坏了 谢树睁开眼睛 看到了王昭脸上的伤疤 这一刻 时间仿佛静止了 王昭立马用手捂住 脸上的伤是他的禁忌 他恶狠狠地掐住谢树的脖子 威胁他敢说出去 就让他的脸也变成这样 谢树害怕地点点头 王昭转身离去 谢树这才松了一口气 差点小命就没了 他抹了把脸 看到了王昭掉落的发簪 他捡了起来 这时 外面传来丫鬟的声音 他赶紧溜了 浑身湿透地回到家 却看到一家人都在等着他 姐姐满脸的担忧 穿越而来的谢树 第一次感觉到了温暖 对这个未知的世界 也不那么害怕 很快 祭祀的时间到了 谢树一大早就被拖起来折腾 一件 两件 三件 不知穿了多少件 终于好了 此时的宫中 祭祀仪式已经开始 众王子戴着面具 直剑上了擂台 祭祀进行到一半时 突然有刺客闯入祭祀队伍中 众王子加入战斗 刺客划伤太子之后 便逃走了 王上紧张地询问太子怎么样 面具取下来 赫然是四王子 原来他与太子在祭祀之前 便和谋由他来代替太子 找出谋害太子的人 这样他才能顺理成章地留下来 明明受伤的是王昭 可王上却只关心太子 这一幕深深刺伤了王昭 他低下头 强忍着满腹委屈 独自去捉拿 追到灯火通明的街上 恰好被外出玩耍的谢树看到 他想把簪子还给王昭 便跟了上去 一路来到树林 无意之间看到三王子 正在杀人灭口 原来这一阵都是三王子 和王后做的 此地不宜久留 走为上策 没想到又遇到王昭和刺客 悲催的他被刺客当做了人质 女人被当做人质 他吓得瑟瑟发抖 他祈求男人救救他 可男人却说 杀吧 我一点都不在乎 谢树一听 看来靠别人靠不住 还得靠自己 他使劲咬了刺客一口 刺客吃痛放开了他 拿起刀就砍向谢树 这时 一把飞刀飞来正中刺客的额头 他当场丧命 原来是八王子 王昭气愤极了 他一把将谢树拉起来 自己差一点就说服 刺客说出幕后主使了 都被这个蠢女人搅黄了 八王子拿剑对准王昭 放了他 他是无辜的 有着闲工夫 还不如去追查刺客 王昭闻言放开了谢树 谢树带着他俩来到 之前黑衣人被灭口的地方 可这里的尸体 却都消失不见了 王昭再次质疑谢树 还好细心的八王子 发现树上的确有血迹 刺客都被杀人灭口线索又断了 王昭生气地离开 谢树蹲在地上放声大哭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动不动就要杀了我 我就想来还个东西而已 八王子见状 只能细心地安慰着他 回到家 姐姐看着他的伤口担心不已 还问他怎么到树林里去 涉及刺客的事 不能透露出去 谢树只好说自己迷路了 姐姐见问不出来什么 便叫他回去休息 八王子见如此古怪精灵的谢树 忍不住发笑 这一幕恰好落在了姐姐眼里 他很感谢丈夫多次搭救自己的妹妹 也看到了他眼里不寻常的情愫 就在谢树回房间休息的路上 王昭已经等候多时 他支开了丫鬟 谢树慌张地说自己知道的已经全都说了 王昭一把捏住他的脸 让他再仔细想想 这时 担心谢树的八王子出来拉住了王昭的手 两个男人再次陷入僵局 谢树趁机正脱开来 他猛然想起 为首的人穿着皮毛衣服 王昭听此回想起 祭祀上只有三王子穿着皮毛的衣服 他赶紧问谢树看到脸了吗 谢树说没有看到 那人是背对着他的 如果真是三王子做的 那谢树说不定会有危险 两人叮嘱谢树此事绝对不能说出去 看谢树答应后 王昭便离开了 次日 王昭和太子一起查看刺客的尸体 试图找到关于凶手的蛛丝马迹 王昭发现刺客都没有舌头 但百思不得其解 这时 崔之梦提供了新思路 王昭在此刻终于肯定了 是自己的母亲和三王子派出的刺客 他知道母后一直和法王寺的人接触 此刻的他不知该如何选择 抓住凶手 自己便能留在王城 但凶手偏偏是自己的母亲 男人提着沾满鲜血的剑走到母亲床前 母亲吓得后退 问他来干什么 王昭回答知道我为母亲您做了合适吗 这个沙发果断外表冷酷的男人 在得知刺杀太子的幕后主使是母亲后 为了帮他销毁一切证据 不惜杀掉整个寺庙的杀手 还放火烧之殆尽 就为了得到母亲的一丝丝关怀 当他来到母亲的寝宫告诉他一切时 母亲却说 如此狠心无情的母亲 真是世间少见 他恶毒的言语和冷漠的态度 彻底摧毁了王昭心中仅存的一丝念想 就在他崩溃无助时 谢树出现了 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惧怕他 而是安慰王昭自己能理解他心中的痛 也许就是从这一刻开始 王昭重新认识了这个善良又倔强的女孩 第二天 丫鬟们推来推去 没人敢去给王昭送饭 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了谢树身上 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便交给了他 谢树也要拿回饭盒为由 陪他坐在山上 两人相处一天下来 还算愉快 第二天 谢树让丫鬟彩玲将他剪到的发簪悄悄还给王昭 彩玲犹豫来犹豫去 不知道该放哪里好 就在这时 莲花公主进来了 彩玲慌张之下 手中的发簪掉落在地 公主直接认定了彩玲在偷东西 把彩玲吊起来 狠狠地打 他的后背被打得皮开肉绽 就在这时 谢树出现了 他赶紧阻止了公主 说那个发簪是自己让彩玲还回去的 要打便打自己吧 公主将谢树吊起来狠狠地打 这时 王昭一把抓住公主的手 他说既然发簪是我的 理应由我来处理 还当众说谢树是他的人 这话一出 众人震惊了 什么时候的事 这太突然了 谢树被放了下来 把王子生气地走了 他在亭子里等着王昭 警告他不管是公主 还是谢树都不属于他 也轮不到他来管 第二天 谢树一个人在散步 转身撞到了王昭 谢树一想确实是他救了自己 便不情不愿地倒了血 王昭看他的样子 忍不住勾起唇角 下午 谢树和彩玲正在逛街 恰好看见十四王子被一群人压着走了 他让彩玲赶紧回去叫人 自己先跟上 他只顾着跑 没看到骑着马的王昭 王昭看着匆忙的谢树 闭脸的疑惑 谢树一路跟到一处树林 看到一个男人拿刀就要砍十四王子的手 女人拿着一根树枝冲进去救人 对着混混就是一通乱打 还边打边说 走开 都走开 混混一开始也被吓了一条 以为是个厉害的人物 声音还挺大 看清之后 才知道是位莽撞的小女子 人没救出来 十四王子护着谢树还挨了不少棍子 就在这时 八王子骑马赶来了 他一脚一个 打得游刃有余 没几分钟 就将混混全部撂倒在地 正打算收拾他们的头目 男人却说不可以掉以轻心妖 接着 周围冲出来几十号混混 三人一看这架势 完了 关键时刻 四王子出场了 话说你不是跟在谢树后面吗 怎么会现在才出现 混混一看是传说中的狼狗 吓得直接就跑了 十四王子对谢树说 你保住了我的胳膊 以后我会罩着你的 谢树一看这弟弟这么懂事 忍不住抱着他 拍着他的肩膀说不错不错 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三个男人看他这熟练的动作 都惊呆了 谢树终于意识到这是在古代 他赶紧解释自己是想起了家乡的弟弟 在回家的路上 生气的八王子独自走在前面 也不大理谢树 谢树只好假装自己的脚受伤 不能走了 八王子一把拉起他 满含泪水地说 我怕再也见不到你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情到深处 情不自禁 差点就要亲上时 家里人找了过来 害怕他们出事 八王子谁也没理 就这样走了 他知道自己喜欢上了谢树 对自己的夫人充满了愧疚 他不知该如何是好 另一边 太子为了报答王昭对自己的帮助 便请求王上让王昭留在松月 可王上还是心存疑虑 毕竟他的母亲曾试图暗杀太子 他的哥哥还基于太子之位 王昭立马表示自己 从未与他们合谋过 崔之梦也赶紧说 自己看到四王子的星象在松月升起 他会成为太子的一大助力 王上问他 那你要以什么身份留在太子身边 王昭说自己要做王上和太子的臣子 不是儿子 也不是弟弟 王上考虑过后 同意他留在松月 王昭终于得偿所愿 然而 他不住王子府 反而赖在了崔之梦的观星阁里 另一边 八王子给谢树准备了很多药材 对于21世纪的皮肤专家来说 这些是他在古代的最爱 他带着丫鬟在府里热火朝天地坐起了香皂 八王子看着不远处谢树的一瞥一笑 忍不住的心动 正好被姐姐看到 他早就知道自己的丈夫喜欢自己的妹妹 看着善良可爱的谢树 姐姐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 女人意外穿越到古代 被姐夫看上 姐姐知道后 竟然还给他们制造单独相处的机会 谢树来到书房一看是八王子 姐姐却不在 但也没多想 给八王子磨起莫来 看到八王子写的繁体字 心想这也太好看了吧 虽然咱不认识 但这不影响心上啊 八王子还写了一首情诗送给谢树 奈何谢树看不懂上面的字 正巧看到丫鬟采灵经过 便叫他过来读给自己听 可丫鬟也不识字 第二天 谢树拿着诗自己研究起来 可半天也没啥进展 正好被经过的十三王子看到 他一把抢过 读了起来 读到一半发现是情诗 姐姐出现把后两句诗念了出来 十三王子问谢树是谁送你的 谢树说是八王子送给他学习的 晚上睡不着 谢树看着诗忍不住多想 但随即又打消念头 毕竟八王子是自己的姐夫 谢树默念要把他当成房东看待 第二天 谢树跟着姐姐还有八王子进宫 去给八王子的母亲送香皂 虽然皇宫里什么都不缺 但如此好看的香皂也是第一次见 娘娘非常喜欢 这时 王上来了 谢树看只在历史书上看到的 高丽开国君王出现在自己面前 他不由地瞪大双眼 不料王上居然问他就是你和十王子打架 还抓伤他的脸是吗 谢树吓得直接扑倒在地 他绞尽脑汁响起一些历史知识 这才逃过一劫 附带着的还有王上的奖赏 八王子示意他赶紧谢恩 谢树学着电视里直接跪拜谢恩 这操作把众人都整蒙了 突然来这么一出 给谢树吓得尿急 他到处都没找到厕所 看到一棵树 刚想到树下将就解决一下 一只手突然搭上他的肩膀 是王昭 两人愉快地聊了一会 这时 王后过来了 谢树不想被误会 便躲了起来 没想到却听到了令人困窘的对话 为了避免尴尬 谢树只能先走了 正准备出宫时 却看到了自己一直要找的那个大叔 谢树激动地跑过去问崔之梦 您认识我吧 我们见过的 崔之梦一脸的莫名其妙 谢树问了半天 崔之梦都表示自己不认识他 也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谢树只好无奈地接受 随后 他跟着八王子回家 天空飘起了雪 地上雪茫茫的一片 每个脚印都清晰可见 顽心大起的谢树踩着八王子的脚印向前走着 八王子转头发现了这一幕 他便故意加大步伐 谢树跨了一大步差点摔倒 八王子及时拉住了他 气氛一下子暧昧起来 为了缓解尴尬 八王子便问他 你知道之前我送你的诗是什么意思吗 谢树说应该是形容风景美吧 一首情诗被他理解成这样 八王子忍俊不惊 他叫谢树回一首诗给自己 这可把不懂繁体字的谢树难倒了 他左思右想之后 决定画一幅画送给八王子 就在他把画放进八王子书里的时候 众王子进来了 两个男人对着一幅画百思不得其解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无奈 只能求助八王子 毕竟画是送给他的 可他也是一脸茫然 就在众人研究的时候 王昭说话了 众人不信 拿起来一对比 还真实 一模一样 这边欢声笑语 姐姐那边就显得凄惨无比 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 把自己的衣服都烧了 他叫谢树给自己化了个妆 还叮嘱谢树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要控制自己的脾气 一件一件的事情交代完之后 他让谢树叫来八王子 大王子陪着姐姐走在漫天的雪地里 一直以来 姐姐的愿望就是和心爱的男人一直走下去 可命运弄人 就算再不舍 终究还是走到了尽头 姐姐去世后 谢树失去了在这里唯一的亲缘 他不知自己该何去何从 为了让谢树开心起来 石王子拿来两个玩偶演他们初见试打架的场景 谢树看着耐力表演的玩偶 终于露出了笑容 他非常感谢石王子 他是一个可以给别人带来温暖和欢笑的人 谢树到山上祭拜姐姐 正好遇到两位王子也来 他们一起下山 几个人说说笑笑 这时 花莲公主告诉谢树你要成亲了 谢树惊呆了 这也太突然了 姐姐死后 谢家人为了维持和王室的姻亲关系 便用谢树来联姻 虽然把王子再三反对 可还是挡不住谢家人的要求 石王子打听到谢树要嫁的人年过花甲 是个儿子满地跑的糟老头子 众王子一听 不淡定了 这是嫁人还是卖人 得想个办法阻止才行 此时的谢树也觉得接受不了 自己一个拥有21世纪思想的人 怎么可能嫁给一个素未谋面的人 正打算逃走时 窗外传来响声 众王子开始了营救计划 一个负责打掩护 一个负责待人 在众王子的合力下 谢树顺利出府 八王子带着谢树骑马飞驰而去 正巧被莲花公主看到 她赶紧带人追了上去 殊不知 这是一场调谱离山计 谢树根本不在八王子那里 而是被王昭带走了 等莲花带着众人追上时 掀开衣服一看 居然是石王子 他们都被骗了 而另一边的谢树和王昭 以为已经逃出去时 却被崔之梦挡住了去路 八王子一行人也赶了过来 崔之梦告诉众人 自己是来接谢树的 众人不明所以 以为他是受了 要与谢树成亲之人的请求而来 崔之梦解释道 王上下只让谢树小姐入宫 择日和他成亲 众人这才知道 谢树要嫁的那个儿子 满地跑的糟老头子是王上 王招到宿谢树 绝对不要下马 他来解决 莲花立马说道 让他走吧 不然他会害死所有兄弟的 谢树一听 看了看所有人 他不能这么自私 害死帮助自己的人 便答应了自己愿意进宫 女人忐忑不安地坐着 因为他即将与王上远房 成为王的女人 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可谢树却不愿意 为了不和王上成亲 他不惜伤害自己 因为一旦身体有伤疤 便不能成为王的女人 但也因此惹怒了王上 被罚到美茶院当宫女 谢树自信地认为 自己能胜任美茶院的工作 事实也确实如此 娘娘们很喜欢 他泡的菊花茶 还特意称赞了他 谢树正想向娘娘 展示自己更多的能力 却被吴上公训斥 他不懂规矩 让他出去等候 在屋外的谢树 突然听到男人 痛苦的喊叫声 他走近一看 是太子 他浑身是血 还大喊着 让宫女赶紧拿冰水来 谢树知道 他这是过敏了 不能用冰水 便立马阻止了 谢树立马说出了 过敏的各种症状 太子见他知道的如此详细 便让他试试 谢树拿过和叶夫 在太子身上 果然好了不少 谢树之所以知道 是因为他的母亲 也有相同的症状 这时 吴上公进来了 立马呵斥谢树让他出去 谢树刚想解释 却被吴上公一把 推倒在地 还说他逾越了本分 因为这事 谢树被惩罚打理院子 他一边浇水 一边吐槽这公寓的 活真不是人干的 丝毫不知自己 惊动了正在睡觉的王昭 王昭看他如此沮丧 便主动和他 讲起了自己的一些经历 还鼓励他不要怕 做好份内知识就行了 可能是因为王昭的鼓励 谢树开始用心学习 每天晚上累到倒头就睡 在众王子面前 也老是本分地 做着一些端茶倒水的活 不仅如此 谢树还有模有样地 学起了繁体字 这一幕 恰好被八王子看到 看他学得有点失利 便主动教他十字 写的第一个字 就是他的名字 去 一直早晨升起的太阳 他无意间看到 谢树手腕的伤疤 便拿玉石红绳给他遮住 红色也意味着姻缘 他想一辈子和谢树在一起 他让谢树等他 会想一切办法让他出宫的 谢树微笑着答应了 他的心也给了八王子 很快 就到了十王子生辰这天 太子特意准许 谢树给十王子庆生 他在亭子里装饰起来 贴画像 摆上玫瑰花和蛋糕 一切准备就绪 他把十王子带到亭子里 还给他唱起了 二十一世纪的生日歌 正当两人唱得起劲的时候 众王子出现了 纷纷指责 十王子这么有趣的宴会 怎能独享呢 谢树这一刻的脸 都丢到太平洋了 众人起哄让谢树再唱一首 谢树架不住 他们如此热情的要求 便轻声唱了起来 众王子听得都陶醉了 毕竟他们从来没听过 二十一世纪的歌 除了莲花公主 看谢树这么受欢迎 他极度的发狂 在生辰宴会上 十王子收到了许多礼物 就在他开心的时候 一只手伸了过来 抬起头是一位女子 身旁的十四王子提醒 这是朴将军的女儿 朴顺德 十王子这才想起来 每年生辰送熊皮的人是顺德 看十王子这么害怕讨厌他 顺德丢下熊皮便伤心地走了 这个插曲没有影响到众人 十王子在三王子的挑拨下 问王昭要了一个礼物 便是要看他面具下的脸 感谢树